大家晚上好 我是云朵 非常开心再次来到我们美丽的宜昌 哎呀 非常荣幸 那么刚才这首《河以佳果》 也是一首新原唱的一首新作品 那宜昌对我来说呢 感觉就像回到故乡一样的亲切 这些年唱了很多的宜昌的 一些原创的一些新作品 都非常让我感动 也很激动 也在全国各地 把我们的宜昌的美景 山水 文化 唱向我们的全国各地的一些歌迷朋友们 宣传我们的宜昌 也来回忆我们的宜昌 让我也想念我们的宜昌 这次呢非常荣幸又演唱了两首 我们的宜昌的原创的新作品 刚才一首《河以佳果》和我的好哥哥 金志文哥哥一起演唱的 还有一首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曲 叫做《天问天下》 这两首歌曲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听到我的小样的时候 我特别地激动 因为在现在很多网络上面的一些流行歌曲 盛行的环境当中 能有这样的家国情怀 有人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作为艺术工作者 文艺工作者的这种心态 让我感觉到特别地珍惜 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用心在歌唱 我们的这些原创的这样好的新作品 接下来呢我要把《天问天下》送给大家 希望用通过这样的原创的一些正能量的 有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作品 唱向我们的全国的朋友 希望大家欢迎来到一场